关于血型,其实很多人都不是很懂,为此还经常会闹出一些笑话。 李莹一直知道自己是必行血,老公也一直说自己是必行血,结婚以后两人就顺其自然的怀上孩子。怀孕期间李莹一直特别的注意,生怕孩子有什么意外发生,好在怀孕期间都比较顺利,每次检查孩子都显示很健康,熬过了所有的孕期。 李莹在预产期的前一天,发现自己见红,老公急忙地带着李莹去的医院,经过检查室和顺产,后来成功地生下了一个男孩,但是护士说孩子是AB型血,新生胎儿血型与父母血型不一样。 护士随口问了一句话,李莹一下子猛了,明明自己跟老公都是B型血,孩子怎么可能是AB型血呢?李莹的老公也猛了,竟然说孩子不是自己的。 产妇下出汗,李莹最后提一言DNA,孩子的确是李莹跟老公的,不过李莹老公不是B型血,而是A型血,差点就闹了笑话。 小编在这里就想告诉大家,对于血型不要胡乱猜测,如果自己不懂可以及时地询问医生,不要因为自己的无知,最后闹出了这样的笑话。 小编在这里就想告诉大家,对于血型不要胡乱猜测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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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胡乱猜测 小编在这里就想问告诉不过,太笔asu娜测,不能胡乱猜测, Yo severe腹啊 挑战得更多,太笔料了,不要胡乱猜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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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别胡乱猜测 J布你торы Left Ü你好好看,它的梦子都是靠搭,得到�리软犹猜测,不要胡乱猜测,不要胡乱猜雨测,不用牛轿抹差避摸软就 Slide 10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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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